浏览国际大事 百秒天下 为您梳理一组全球焦点新闻 11号 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报道 入境日本的一名女子被确诊感染了新冠重组毒株XE 这是日本首次发现这种毒株 这名感染者3月26号从美国抵达日本成田机场 XE毒株是奥密克戎毒株亚型BA1和BA2的重组毒株 据资料显示 它比BA2的传播速度还要快 法国内政部11号公布了法国总统选举首轮投票的统计结果 现任总统马克龙和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候选人 玛丽纳勒庞的得票率分别位居第一和第二 两人将在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中对决 第二轮投票将于4月24号举行 菲律宾救灾部门11号表示 热带风暴年余在菲律宾登陆后引发洪水和山体滑坡 已造成至少25人死亡 超过13万人受灾 超过1.3万人被转移到安置中心 先前三批俄罗斯租借给意大利和日本展览的艺术品 经芬兰转运回国时遭当地海关扣押 俄罗斯外交部随后就此事向芬兰方面表达强烈抗议 几经斡旋 日前这批艺术品已经回到俄罗斯 并分别运往圣彼得堡和莫斯科 这批艺术品按保险单估值总额约4200万欧元 其中部分藏品堪称无价之宝 当地时间11号 哥伦比亚前裹脚弗雷迪·林孔 在卡利市遭遇车祸 头部受重伤 在医院接受三个小时的手术后 他被送入重症监护室 情况不如乐观 55岁的林孔是哥伦比亚男族国家队黄金一带的球员 曾经代表国家队参加三届世界杯 5岁的林孔